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完成行政首都的梦想 努力实现国家均衡发展 正在一跃成为国际行政首都 构筑出每个村都有适踪的市民主导分权模式 在村落共同体的中心 综合社区中心 可与邻居自由沟通 培养自治力量 市宗市于2018年首次在世界上获得智能城市国际认证 并被指定为智能城市国家示范城市 为打造世界级水准的智能城市 正在推进城市智能项目 并准备将无人驾驶汽车研发和商用化等产业 作为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的新增长动力 为了开创与地区对口的岗位 培养中小企业及创业 正在准备各种扶持政策 通过地区货币与民钱助力工商业者搞活地区经济 步行十分钟 无论身处何方 图书馆触手可及 拥有想学习时任何人都可以轻松学习的终身教育服务 全体市民都可以享受更加丰富的生活 建成了众多的与市民一起的文化体育项目 庆典以及文化体育基础设施 正在打造有品味有活力的文化厂施 从婴幼儿到青少年 是宗室支持蔚来世代主力军的健康成长 获得了女性家族部的幸福女性亲和城市的认证 作为适合所有年龄段居住的高龄亲和城市 提供着符合年龄周期量身定做的福利服务 以新交通工具BRT为主 具备快速便捷的交通体系 打造适应城市发展的交通网 以基于IoT连接公共自行车的自行车亲和城市 提供舒适安全的环保交通环境 为全体市民提供市民安心保险的福利 打造市民直接参与的安全城市市宗室 努力营造健康舒适的城市环境 并且即使不出远门 在城市中心各处也能享受舒适的自然环境和休息空间 青春鸟之院项目正式落地为居民主导的城市再生项目 并且进一步深化第二季 以此打造共同富裕的市宗 市宗型本地食品运动成功落地 实现了城乡共同富裕的互利共赢 另外 位于市宗市的地方自治会馆 扮演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间沟通的窗口的角色 均衡发展的象征 市宗市为了实现与周边城市的共同发展 正在积极推进与周边城市的互利共赢合作 与市民一起打造的行政首都市宗 感动市民的市民主权特别自治市市宗 市宗特别自治市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大汉民国新未来 将率先开启地方分权的时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